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不要再惆怅 天上人间 到处有阳光 谁没有过 谁没点到过 只要有希望 到处有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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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字路口彷徨 谁让他欣赏 无情的爱友 露出你笑脸 不是落地有光 指引他方向 不要惶惶 不要再惆怅 天上人间 到处有阳光 谁没有过 谁没点到过 只要有希望 到处有温暖 轻尔 文川 什么事? 你想 会是男的 还是生女的? 不知道 只要是你生的 男的女的 多好了 真的 不过我还是希望生个男的比较好 为什么 我没有想到 你也会有重男轻女的观念 才不是呢 我才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 我是想 妈辛苦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才把你抚养长大 她自己却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 就去世了 我想 她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有亲眼看到 李家传宗接代的子孙 如果我能够生个男孩的话 也好告为她老人家在天之灵 你说得也对 你真是妈的好媳妇 也不忘她老人家疼了你一场 不过呢 生来一年的事情也由不得我们 只要孩子将会长大 行归到齐 能够追过坦荡真正 对国家 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想 不管是男士 妈都会含笑酒钱 嗯 你好好休息 我出去了 我来说 你们俩就知道吗 我来说 来 阿喜 李老师,我在这里,有什么事啊?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老师,有什么事你就尽管呼呼啦 还跟我客气什么啦 不,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你分店的工作 我要麻烦你,当然一定要针对你的同意 老师,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啦 阿金反应,你是知道的 对,你人家大肚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不错,我因为眼睛看不见 很多事情就要交给他来做 可是现在这么一来 再让他这么辛苦 实在是说不过去 不做不做 师母的确是很辛苦啦 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啦 他那一跤摔的喔 我知道,一定摔得很严重 嗯,没有,没有啦 我就是担心他,真的会刹出问题 可是呢,他又很逞人 我不要他做的事情 他怕要偷偷摸摸去做 所以,我想拜托你 在他发现的这段日子里 随时看着他 不要让他做太劳累的事情 哈,也哪是为了这件事喔 你放心啦,我一定会注意 一定会注意,你放心好啦 李文参先生的挂号信 谢谢啊 阿君,教员躺下来休息 你怎么又起来了呢 我没事啦 阿姬,刚才是油菜寄来的官号信 是马来西亚寄来的 那一定是小梅 奇怪了 信上怎么说,你快点给我听 这是什么信啊?没有字,一张白纸 给我,我摸摸看 真的没有字 小梅信让你怎么说 她说,她在那里,房先生对她很好 给她买了一架钢琴 还请英恵老师,叫她弹钢琴 不过,她很想念台湾 想念你,想念我 想念这里的每一个人 她说,总有一天 她会回来看我们 太好了 文川,你赶快写封信给她 就说,我们也很想念她 欢迎她回来看我们 不过,等她回来啊 我们这里可能已经结束了 算了,你就告诉她 乖乖乖地待在马来西亚 听黄先生,黄太太的话 好好地用功读书吧 我知道 阿金,你赶快回我去休息吧 要不是为了这封信 你早就应该睡着了 好好好,我去,我去 老师 谁啊? 老师,是我,我是金美英 美英?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啊? 老师,是我,我是金美英 老师,是我带她来的 我来过台北几次 都没有来看老师 我好想念老师哦 要不是老师 我大概 永远不会再有机会读书 以后的命运变成怎么样 我更不敢想象了 你不要这样说了 你能够上学读书 要归公里政府 对严治病的照顾 还有你姐姐的鼓励 最重要的呢 是你自己的努力 告诉老师 学校怎么样了 老师走了以后 学校的同学 有没有增加 或者是减少呢? 自从老师走了以后 学校的事 就由苏老师来带领 这个学姐 她已经是正式的分校主任了 我们每一个同学 都没有忘记老师说过的话 没有一个人 放弃读书的权利 不但是这样 在上个学期开学的时候 大家还帮了苏老师 去说服村子里的人 让更多的人 到学校来读书 现在学校联新生 一共有三十几个人 真的吗? 那实在太好了 老师 我最近在报纸上 看到一则消息 某一个山地学校呢 全校只有一个校长 和一个学生 情况比起老师以前 在山上教美英她们的时候 还要惨 那这位校长 实在是很了不起 老师眼睛看不见 还能守在教育的岗位上 在我看来更是了不起 好了,好了 不要再往老师脸上贴金了 美英 你姐姐最近怎么样了? 哦,对了 前一阵子 我在马路上碰到过她 那天要不是她 我过马路 差点就给车子撞了 我姐姐她 怎么?美英 你姐姐到底怎么了? 老师 美英她 病了 哦 是不是以前的病 没有完全治好 又复华了 怎么啦? 是不是很严重? 志肥 你来说 老师 阿静姐没有跟你提过吗? 没有啊 这半年多了 我们一直在忙这里的事情 她从来没有跟我提过 美人生病的事 那大概她怕你听得会难过 所以故意不告诉你的 我听得会难过 那是什么病啊? 志肥 你赶快告诉我 不要再瞒我了 她都是... 血癌 怎么会呢? 我上次碰到她 还好好的啊 那个时候 她已经病发过一次 离开医院了一阵子 现在... 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她的病又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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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解决她 鱼姬快要死了 鱼姬快要死了 う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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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来看你了 你看 这束花好不好看 我替你插起来 好不好 小张呢 他今天没有来吗 怎么会呢 他明明跟我说 他今天下午没有课 会提前过来看你 怎么会到现在还没有来呢 小姐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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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小姐 你要来 一 四 二 三 一 三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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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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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小招 我托你打听的事情 有没有消息了 有啊 我已经找到一份资料了 哦 狗栋 谢谢你 这是我一个同学的姐姐 见给我的资料 这上面写的有没有效啊 应该是不会错 你看 这里清清楚楚记载着 白杆树的功效 而且有实力可振 不像一般传说中的秘方 根本抓不到一点印子 如果这上面记载的都是真的 那就太好了 谢谢你 国董 老同学了 还客气什么 不过 我倒真的没想到 纪美兰会成为女的女朋友 更没有想到 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 竟会得到这种要命的毛病 我们 我们也不算是你说那种男女朋友 少来 如果她不是你的女朋友 你干嘛还那么为她担心 到处替她找秘方 为她治病呢 我说的是真的 你不相信就算了 好好好 我信 我信 说真话 当你告诉我 纪美兰得了血癌之后 我真的很惊讶 很惊讶 纪美兰这女孩子 我见过两次 她是珊珊的朋友 对不对 当我见到她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 有若衷带着一股钢墙 给人很深的印象 没想到这么坚强的女孩子 也逃不过命运的终了 小赵 你也不要太难过 根据玉学上的报道 癌症也不是百分之百不可救药 就拿这份资料来说吧 不是也有人因为她 而得救的吗 嗯 不过资料是有了 不知道到哪里去找 资料上所说的白甘薯 据我所知 引进这种巴西甘薯的人 住在南投建竹山 不过听说果实也不多 只能要得到荆叶 荆叶的效果比较差 可是如果你愿意 拿荆叶仪式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你找我 那个同学的姐姐 如果白甘薯找不到 有经验 当然我们要试一试 你说你那同学的姐姐 住在哪里 就住在新店 她对植物栽培方面 很有兴趣 她去竹山 引进了一批白甘薯 可是结果不一 一下子就被摇光了 只剩一些经验 她很热心 愿意提供给 任何需要的人 事实上 也的确有早期发现血癌的云 因为喝了白甘薯打成的浆汁 而治愈的实力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快走吧 你朋友现在病况怎么样了 现在一天天恶化得很快 这么说 已经到了末期了 可能是 那就是跟我母亲 当时情况一样了 梁姐 你母亲也得了癌症了吗 不错 我母亲是得了血癌过世的 当初 我得到白甘薯的资料 太晚了 我母亲已经不能吃东西了 三昭 美兰现在还行命吃东西 她因为高烧一直不退 弄得一点胃口都没有 连稀饭都不大肯吃 那还能喝水吗 喝水倒还可以 事实上 她也只有靠喝一点 流脂的东西 像水和果汁一类的 再维持体力 那还好 你可以用白甘薯的精液 用果汁机打成浆汁给她喝 不过我要告诉你哦 这种东西很难喝 有些人不肯喝 只要她肯喝下去 我相信一定会有用的 她很坚强 我相信她一定肯 如果方便的话 麻烦您先给我一点 白甘薯的精液好吗 对 닿�一样 来 试试看 你 strong 这是什么啊 你怎么好怕的呢 这是一种草药的汁 听说可以促进人体的造血功能 你喝喝看 医生说 可以喝吗 可以 我告诉过曾大夫 你现在体内的白血球太少 所以抵抗力弱 受了感染才一直高烧不退 如果把这种草汁当水喝 增加你的白血球后 你的抵抗力就会增强 热度也会降下来 那时候你的身体很快就复原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试试看 美兰 你就试一试嘛 是啊 你不要辜负小超的心意 姐 太心意 我 这味道好难喝 姐 这徐哥哥千万百计 从杭仁地方要来的 再拿喝 你也一定要喝 喝了它 你的病才会好吗 美兰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味道很不好喝 可是良药苦口 你一定要多忍耐一点 不要 我不要 美兰 你一向很坚强的 你应该可以忍耐的 美兰 你不要让我们失望好不好 你知道 如果你病能够很快好起来 我们大家会有多高兴 美兰 我求求你 再苦你还把它喝下去 为了你自己 也为了我们大家 好不好 一样 我说 我脑子 我脑子 明白 你 大夫 女士太,是準備針藥 是 以後我勸你們不要再這樣亂來 可是 可是我們不能夠讓他 這樣躺在病床上等死 不錯 你們的心情 我們做醫生的也很瞭解 不過 病人現在的身體 已經需要的一點抵抗力都沒有 如果 以免繼續接受西藥的治療 以免服侍這些草藥 別說兩種藥物會不會相抵抄 光是病人現在需要的身子 怎麼經得起雙重藥力的工作 你們想想 他怎麼受得了 好了,我的話講到此理為止 病人的情況會隨時有變化 請你們隨時注意,隨時通知我 我 你吧 我 雷丹 你覺得怎麼樣 小姐 好难受 你哪里难受 我 我瘦上来 全身都不退进 彤彤都难受 小姐 我拜托你快一点好不好 你不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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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陈子奏 陈子奏 童边 冉青 这让您啊 小乔 小乔 我不断 这些人 这立词 小赵 现在最苦的是梅来 我们总不能要她反过来安慰我们吧 对不起 我真的受不了 我受不了这样子 眼睁睁地看着她 一点一点地死亡 我一定要救她 我要想尽所有的方法 我一定要救她 梅 姐姐现在舒服多了 你回去吧 姐 这两天我都住在玉米 你叫我回哪儿去吗 姐要你回花莲去 你不是只请了三天假吗 今天该回去了 不 我要留下来陪姐姐 姐 你不要赶我走嘛 不是姐 你要赶你走 连你还在上学 姐不希望你缺课太多 我不要你为了我的病 影响了你的血液 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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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兰在家了 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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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听你姐姐的话 回去千万不要告诉你妈妈 我知道 可是如果我不告诉我妈妈 我又怕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姐姐了 不会的 你姐姐很坚强 她不会这么轻易就离开我们的 你不要想太多 听姐姐的话 回去好好用功读书 不要让你姐姐在病中还要为你操心 嗯 我知道 喝吧 这是新产品 花莲山上可能还喝不到 徐哥哥 我姐姐好可怜 请你多照顾照顾我姐姐 我会的 你放心吧 没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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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哪里去啊 跑到哪里去啊 没人啊 你从台北回来什么都不讲 你是不是没有去看你姐姐啊 我去看啊 我老远跑一趟台北 怎么会不看姐姐就回来呢 你回来什么都不讲 你有事骗我 不骗我知道 没有啊 没有啊 有就是有 我反对跟一个老狗在一起啦 你姐姐啊 不要对我讲老实话 你呀是一样 跟你姐姐一样 骗我 对不对 没有啦 妈 我真的没有啦 那我问你 你有告诉你姐姐吗 我们现在生活啊 比以前好多啊 不要她为我们赚钱啊 那你读书的钱 妈妈也要准备起来啊 叫她不要太辛苦了 我说哦 那你有没有告诉她 妈妈跟以前不一样哦 什么都不要 只要她心体好 我就高兴啦 有 我都讲了 那她怎么说 她 她很高兴 还有呢 还有 还有就是姐姐 要妈自己保重身体 不要太疗累 她还说 说有空会回来看你 真的吗 你没有说说哦 我再问你 你老实说 你姐姐去台北以后啊 是不是又跟那个老公在一起 没有 妈 姐真的没有跟那个人在一起 真的呀 没有骗我啊 真的嘛 姐现在有一个新男朋友 是大哥的同学 长得很年轻 还是大学生呢 真的呀 哎呦 你怎么不早说了 我 我 我忘了嘛 哎呦 怎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忘记呢 快告诉我 你姐姐男朋友 好看不老看 对你姐姐好吗 她 她当然很帅哦 对姐姐很好 也很关心姐姐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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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就放心了 对了 赶快写信 去你姐姐 叫她礼拜天 带男朋友回来 妈妈看看 不要再喝了 你还回医院去陪美兰 你忘了吗 我要喝 我要喝 我的心里好苦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都怪我 是我害了你 你为什么说这个话 因为是我促成你去爱美兰 你因为爱上了她 所以才会这么痛苦 我没有 我没有爱她 我没有 美兰是个好女孩 你爱她并没有错 你为什么要否认呢 我没有 我没有啊 我没有啊 你还嘴硬 要不要我点破你的心思 你不是不敢承认你爱美兰 是你不敢承认这份感情 你为她太短暂 我太不信 你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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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倒是说说看 我哪一点胡说 第一 我对美兰是有一份感情 但那不是爱情 是友情 第二 我绝对不容许你煮造美兰 说什么太短暂 太不幸 我和美兰的友谊 将会是永远的 美兰她不会死 她不会死啊 小超 小超 你希望美兰早点死 是不是 是不是 要不然你为什么一直阻止她 为什么 为什么 小超 你喝醉了 我没有 现在的我 比任何时候都还清醒 就因为我太清醒 所以才更觉得造物者的不公平 同样是活在这地球上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有的一身锦衣玉石 备受呵护 有的却赶阁潦倒 受尽折磨 为什么一个人 在吃尽各种苦头之后 还保持一颗高贵完美的心 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 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 不是一直都告诉我们 好人有好道 为什么 为什么 像美兰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就会有这种下场 上帝在哪里 天理又在哪里 小超 不要说了 你真的喝醉了 我送你到医院去 不 不 别管我 我要喝酒 我要喝 我要喝得烂醉烂醉 那样我脑子才不再会思考 我也才能接受眼前这 这残酷的事实 酒给我 酒给我 不给 好 好 你 好 好 你 好 好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户 隐藏 在 你我 永恒的 生命里 梅兰 绝必 梅兰 你醒了 这也许 真的是我 所能留下来 只要我的考虚 不叫他绝皮 还能叫他什么呢 三三 求你 是吧 香 胡 我 一 朝 在 你 我 永恒 的 生 你 里 你 兰 绝 写好了 你把它 收起来吧 我累了 我想歇一会儿 好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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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唱一首情歌给你听 床 我 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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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让不愿相思凉 烦到消失场 不愿相思凉 幻梦凉相依 不愿相思凉 小赵 小赵 我已经把美音送上火车了 怎么会送到这个时候 梅兰一直在等你 你知道吗 我的心 被火车给压碎了 碎成一粒一粒的小沙子 被封给 给 吹走了 我到处 我到处都找不到我的心 跑到那里去喝酒 喝成这个样子 我要去自力救济 我要看 我的心被偷走了 这是什么时候了 不过你还有这个心情 美兰 美兰 你不要难过 你不要难过 你不要难过我吗 我不是美兰 我是珊珊 你是珊珊 对 我是珊珊 那我错了 我该打 我打 小赵 你醒醒 你必须醒醒听我说 我很清醒 好 那你仔细听我说 好 你说 是珊珊 美兰 对你的感情 我相信你也可以感觉得到 如果连你都对她不抱希望 那她还能活得下去吗 这是她刚才亲口念给我写的 虽然不是她自己的创作 虽然不是她自己的创作 却很契合她现在的心境 她念的时候 并没有说是给你的 不过 我相信 她一定希望你珍惜她 拿去呢 谁不成手吸着手 心细着心 但你满怀的关爱 却在我血脉中 远远地流着 恳古不语 我血脉中 滚滚流动的 是你 诚恳的关怀 无限的祝福 和 你忍住的抽筒 阴影 难关 一层层低 我去冲破 只因有你 点点滴滴 注入我血脉中 只一声感谢 是不够的 我的血脉中 点点滴滴流着的 是你制成的关怀 朋友 且让那友谊的光辉 相互映照 在你我 永恒的生命里 美兰绝笔 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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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骗我 小赵 美兰真的活着 为你活着 美兰 美兰 你不会死 你不会 我不要死 我不要 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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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死 你不会 我不要你死 我不要 蒼蒼 原谅我 我一直不敢承认 不只是因为她太短暂 太不幸 可因为我自觉 我不配 不 不 不 是我 是我被 不上你 不要 不要这么说 让我们深夜 不要再逃避水了 其实 我盼望 也不过就只是那一瞬 我从没有要求过 你给我 你的一生 如果 在开满枝子花的山坡上 与你相遇 与你相遇 如果能深深地爱过一次 在别里 那么 在长久的一生 不也就只是 就只是回首时 那短短的一书 自己的一生 那小草 我 你 你 把极 你让我离开 你 别 没了 你 你 你 啊 医院 師母... 阿絮 方塊...方塊送我到醫院去 糟糕了 老师特别交代我看着你 不要让你做出众的工作 你看看,这怎么得了 不要说了 赶快送我到医院去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